最后隔天回向 所以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南美洲 他们几个居士那边没法师 他们很喜欢受八观摘节 六个家庭就轮流 轮流每个礼拜几 就到他家到他家到他家 到你家你就负责煮午餐 这样就好了 晚餐又不是 然后大家一起在那边念佛供修 出去做点好事 就是说八观摘节 就是让你过一个清静的生活 一个三宝弟子的生活 Zither Harp 生命天使与你共同关心世界 生命天使与你共同关心世界 这生命天使与你共同关心世界 是